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媒体的报导 说他在这个昨天跟台青座谈的时候 自称是台湾传奇 那因为我去找这个影音档 这个我也问了一些我们在友台的新闻同业 说可不可以 如果你有影音档可不可以传给我 传个连结给我 让我录一下 那我没有 我找了半天从早上开始联系这些新闻同业 他们手上都没有 我这边只有这个友台的一个声音档 十几秒不给大家听来 下午傅昆奇也会见了台商和台青 但在与学生的座谈当中 自称傅昆奇已经是台湾的传奇 还特别关心台湾的孩子可以到中国学习打拼 记者带了一句 那到底他有没有讲这句话 有没有傅昆奇亲口的这个商案 那我要的就是这个影音档 但是我这个联络的蓝绿各台 我认识的人 没有人有 还在努力的 不晓得昨天参加座谈的这个 有没有人录下来 如果有再播给大家 那傅昆奇的这个行情看涨 你研判傅昆奇的下一步是什么 那明年 因为国民党的总召是一年选一次 那明年是不是要连任总召 因为这一次是那个 赖世保退选嘛 所以赖世保明年要不要选 傅昆奇要不要求连任 这个不知道 但总召是可以连任的 这一点要跟大家做说明 还是明年选党主席 国民党的党主席也可以连任的 现在党主席是朱立伦 那他跟这个傅昆奇是 这个非常的要好 那要看朱立伦 还想不想再当这个党主席 其实你看赖清德跟柯文哲 是非常好的对照组 掌握党机器 选党主席 因为我们的党主席跟 譬如说跟这个韩国 跟日本跟美国的党主席 都不太一样 这个每个国家的这个政党的 这个机器不太一样 在我们这边 你控制党机器 拼党主席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要选总统 你不选总统 你去选这党主席 这个何苦来摘 好那就是看 这个明年朱立伦要不要再连任 如果朱立伦不连任的话 这个傅昆奇要不要选党主席 或者2026选新北市长 好那2026的这个侯友宜 是不能连任新北市长 第二任了 那有没有可能傅昆奇 因为傅昆奇 他本来要选台北市长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 他本来选台北市长 那2022的时候呢 这个一度 因为他是桃园的女婿 他太太是桃园人 那一度传出傅昆奇 要选桃园市长 后来国民党征召的是张善政 那所以这个台北市长 跟桃园市长都 这个圆间一面之后 他们可能选新北市长 或者2028直接选总统 你也判复困境的下一步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这个 今天的意见调查 来 那个阿智给我上个礼拜 科P那一张 好上个也不要跟大家预告 这个柯文哲的这个 柯文哲讲的 就是说这个大陆会开放一些 什么出牌啦 什么路深路客啦 农产品啦 然后不设前提开放等等 届时就换台湾的压力大 不拉不拉不拉 好 那 当然这个问题 也要看赖清德准总统 他的态度跟回应啦 那目前看起来国民党内是 没有什么 就大家 就通通覆困其化 这个是比较遗憾的地方 好 那大陆方面呢 这个也 你看这王沪宁都亲自借鉴他 那这个 不过他们去参访一个地方的那个 海关总署 这个是我比较觉得丢脸的地方 怎么 国民党的立委去 去参访人家的海关总署 真是要饭要到门口去了 这真的很难看 因为 大陆的所有对台的政策 都不是海关总署决定的 他是一个大陆的 这个相当于我们财政部 管海关进出口的一个 业务执行单位 这国民党立委去参访这种单位 其实是丢脸丢到家了 他们是 他们不是决定政策 他们是做业务的 就是等于是国务院他们的这个大陆的 所有的这些 这个跟各国贸易进出口的这个 这个 这个重要的 这怎么会去参访这种单位在 这怎么看都看不懂啊 好 没有 他给我留定那张来 好 那这个看到 民进党的立委啊 像这个林俊县委员啊 呃 这个非常的遗憾啊 因为林委员他 这个可能是新潮流 这个下一个台南市长的人选 那开放文旦 他问台湾的柳丁 公司委员 民进党的立委 普遍水平是不行的 大陆没有柳丁吗 大陆没有文旦吗 那大陆为什么要跟你买文旦 大陆为什么要跟你买柳丁呢 就你当到的国会议员 当到的立法委员 甚至你可能是2026的民进党的台南市长候选人 你的见解怎么这么幼稚呢 怎么会去问说 那柳丁要不要要不要进口 这个很奇怪啊 应该是说 大陆有的水果 它没有必要跟我们买啊 大陆都已经有的水果 它跟我们买干嘛呢 我们的水果有比较便宜吗 还是说比较好吃吗 我觉得这也见仁见智啊 那大陆已经 他们自己都有在 这个种植生产的水果 它没有必要跟我们买啊 对不对 所以林郡县的 逻辑的谬误是说 我们应该开放 大陆的水果来啊 对不对 我们不是一直强调 对等跟尊严吗 既然大陆给我们零关税 水果的这个 这个进出口 那我们也应该很有底气的 开放大陆的水果的 这个进出口 来啊 你给我免关税 我也给你免关税啊 看看哪边的水果 比较有竞争力啊 对不对 你虽然零关税 可是你的这个 这个 水果的这个运输通路 那个是要成本的啊 有没有 你要报关出关 然后海运 空运是比较不可能 因为太贵了 你海运这样子 即便一两天就可以到 可是你那个都是成本啊 那你把这个成本 运输跟通路的成本 加到你的水果的成本上面去 你卖到这边来 你有竞争力吗 你的东西又比较好吗 宿又大碗 好吃又不逛 有的水果这么好吗 那我们应该开放大陆的水果也来啊 民进党不是一天到晚都要讲对等跟尊严吗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就不要对等跟尊严呢 这个当然是统战啊 这个他开放这个又开放这水果 他开放的陆克也是统战 那不是统战吗 只有福建的民众可以到马祖 目前他只开放马祖 然后只有福建的可以去马祖 比如说你在江苏或者你在山东 你就不能去马祖 只有福建的人可以到马祖去玩 那为什么 金门他就不开放 因为金门就是零二一四的那个大陆渔民 这个不信 然后他就不开放 那当然是统战啊 那我们面对统战 我们的立场跟态度应该是什么呢 你有看到我们有在讨论这个吗 没有啊 讨论的都是柯建民骂傅昆奇 傅昆奇骂柯建民 然后两个在那边骂来骂去这样子 我们讨论这一集很小啊 让大陆的这个同胞 让大陆的听众朋友 大陆的网友 这个让你们笑话 这怎么会是我们去要求大陆让利给我们呢 大陆经济的总量是比我们多 比我们高 他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可是大陆的国民所得是比我们低的 因为他们人口很多啊 他们有十几亿人 十四亿人啊 所以他虽然他们的经济的量体很大 可是他们人口很多 一平均下去就很低啊 那我们的人口比较少 我们的这个 平均下来 我们是比我们整个台湾的经济是比大陆好的啊 那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台湾的经济状况比大陆好 为什么是大陆让利给我们呢 那些一再要求大陆让利的人 你们对得起大陆同胞吗 你们有脸吗 那一天到晚叫人家开放 一天到晚叫人家让利 一天到晚说到ECFA 怎么好意思呢 应该是我们让利给大陆才对啊 怎么会是大陆 他让利给我们十几年了呢 ECFA他们签十十年去啊 十十年十三年啊 2011嘛 十二三年啊 怎么怎么我们还在还在让利呢 那你只吸ECFA的奶水 你要吸到什么时候呢 这怎么 这我们看待这个两岸问题 这个真的是 看下见可以在处理一下 很丢脸啊 这样的两岸关系是不正常的啦 两岸关系要正常化很简单 先把ECFA取消掉 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 大家坐下来谈啊 一天到晚要人家让利 一天到晚要人家的这个人民币 唉 来我们进广告来 非得晚餐 我是陈辉文 今天我们有意见调查 欢迎大家去投票 那这个用收音机 这个用其他平台收听的朋友 没有办法参加 只有你用YT 用YouTube 然后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 才有办法参加这个一天调查 很抱歉啊 目前这个种种技术上的限制 只有在YT线上朋友可以参加 这一天调查没有什么 他不是民调 只是增加跟大家的互动 这个调查结果 大家也这个别往心里去 我个人啊 这个要谈傅昆奇 可以慢慢谈 但是我实在坦白讲 我自己也懒啊 就傅昆奇 他敢说他是台湾传奇 这个我会继续去找影音党 等到找到之后 再好好来跟大家谈 那你研判他的下一步是什么 是继续当总召呢 还是选党主席呢 还是选新北市长呢 还是选总统 这个欢迎大家参调我们的议定调查 好我们来看到台南地方法院 不好意思 台南地方法院 今天下午三点的宣判 这个台南议长 会选案从2022年 朝到现在审理的一年多啊 今天判决台南市议会的议长 邱莉莉副议长 这些哗啦哗啦 十个被告通通无罪 这个判决 后来台南地院有出来开记者会 我还没有看他到底讲什么 不过是这样子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这个司法官的训练 其实 法官就法官 没有什么司法官 就是因为检察官 他们这个 想要法官的这个礼遇 所以我们才会叫做司法官 法官跟检察官 他们以前的训练是这样子 譬如说 我举最简单的例子 这个监护权 监护权应该判给爸爸 还是判给妈妈 然后呢 他就要你写这个答案 判给爸爸 监护权判给爸爸 你写一个判决书出来 这个怎样怎样 判给爸爸 好 你把这个答案交上来 好 通通交来 判给爸爸 好 第二题 把监护权判给妈妈 你又开始写 为什么要判给妈妈 就同一个案子 判给爸爸也对 判给妈妈也对 他要怎么判 他就怎么判 这个就是法律 这个就是判决 同样的 他今天判这个 邱莉莉无罪 他也可以判他有罪 对不对 他就想判你有罪 就判你有罪 他想判你无罪 就判你无罪 那你说这种司法 有什么好信任的呢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说 高宏安的案子 在台北地方法院 我不晓得 一个这么简单的案子 到底是省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助理费 四十几万的东西 你要嘛就判他有罪 要嘛就判他无罪 你呼噜呼噜 开这么多庭干嘛 那高宏安每次开庭 都新竹的一些里长 上来帮他当啦啦队什么的 我看了也觉得很可笑 不晓得高宏安是谁教他的 你找那些里长来没用 法官他要判你有罪 你带所有的里长来也没用 他要判你无罪 他就判你无罪 我跟你讲 台湾的司法 是一点公信力都没有 一点都不合理 这很可悲的 所以邱莉莉的案子 即便我明天看了这个判决的理由之后 谈不谈我都 我自己都很挣扎 因为这没什么好谈的 因为 这种案子他都 他都敢跟你判无罪 各种的跑票 我们的县市议会的那个量票 我讲很多次我也不太想讲 讲的我都觉得 这个 这个 我认为是不应该量票的 量票怎么 那什么量票的到底 议长的选举怎么会在量票呢 他整个都乱掉了 你就知道这个县市议会 有多么的黑暗了 这民主政治的那个基础 这个 非常的腐败 不然不会有这么多人要拼议长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几十年了 只要每次正负议长的选举 就是买票 拉票 然后怎么带他们出国去玩 然后把人 什么藏起来 然后开枪什么的 几十年来这样子 你看正负议长选举 你不反吗 你看到没逗担 我看得很生 每天在那边喊民主民主 那都是骗人 这种民主有什么好骄傲的 为了选个议长 这样大家真的 我问你 台南市议会 从台南改制为直辖市以来 哪一个议长没出事 台南市议会的议长 每一个都被法办 哪一个不是官司参生 你不是跟我说台南是民主圣地 民主圣地 我看是民主在起圣地 笑死人 每一任议长 三个民进党的 一个国民党的 每个都有弊案 那个国民党那就是李全教 专告 你告诉我李全教不是黑金 那李全教不是黑金 那全台湾有谁是黑金 对不对 今天那个建宗还提醒我 2014年 连胜文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连胜文说我不是权贵 连胜文你不是权贵 全台湾有谁有资格 自称是权贵 你这个行情都不是权贵的 谁有资格称他是权贵 你也免得这么欠贵 连胜文不是权贵 李全教不是黑金 那你也好了 来给我第二招来 这个邱莉莉 他是民进党 在台南市最资深的市议员 所以呢 这一次要选议长的时候 是赖清德亲自推荐的 因为赖清德他进行 在台南市长的时候 他吃过这个亏 因为那时候 因为在电影 在市议会里面 有国民党的 也有民进党的 最主要还有五党籍的 五党籍的最赤的 我们天上说 那就是说的 说的都没价格 所以赖清德吃过议长的亏 所以赖清德就讲说 这次我们议长自己来做 所以是他亲自推荐邱莉莉的 邱莉莉是民进党新潮流 跟赖清德是同一个派系 现在卡到议长的案件 你看这个法官多么贴心 送给赖清德520的旧旨礼物 邱莉莉会选无罪 我跟你讲 过几天台北地方法院 如果判高宏安无罪 我也不会惊讶 为什么各位听众朋友 我上个礼拜 我本来来 换那个图 5000万那个图给我 然后第一票 我来跟大家讲 比较轻松的话题 我跟你讲 上礼拜我本来不想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以前跑过 一点点的社会新闻 这种新闻我看多的 我起来麻痹麻痹 你了解吗 结果没想到 这个新闻有续集 我就受不了 因为我的忍耐 也是有限度的 对不对 所以那个新疆的吕小姐 才会讲说 我情绪不稳定 就是被这些新闻害的 我紧张情绪不稳定 来我讲给你听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绰号叫小敏 不过他是男的 郭泽敏 就是八八会馆的负责人 八八会馆大家知道吧 之前在台北市新医区 说是这个高档的招待所 那这个很多警戒的高层 柯文哲 郑文燦 他们都去过八八会馆 我因为我已经 这个 这个没有在第一线跑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八八会馆 我还没去过 他就倒了 好那这八八会馆在干嘛呢 这个郭泽敏 他们在做这个洗钱 什么赌博啦 博弈啦 什么电子盘 什么乱七八糟的 洗钱啦 两百一十七亿啊 这种 这种其实 我跟你讲 那种洗钱 所以那天 我不是跟各位讲 那个徐晓星的大姑啊 有没有 徐晓星的老公的姐姐 不是被收押吗 他们洗钱 洗两千万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 洗钱 没有人在洗两千万的啦 洗钱 洗两千万 你洗给人家笑 你有看这行情吗 这洗多少 两百一十七亿啊 这不叫行情 那洗钱 洗两千万 你洗钱 洗两千万 不如不要洗啦 你什么 拜托 洗钱 洗两千万 那根本是鬼打架 来我们看八八会馆 这个案子 这个郭泽敏 因为八八会馆 牵涉很多人 包括当年的 这个警察大学的校长 这个陈泽文 陈泽文啊 我跟他认识二十几年了 后来他也是 很不高兴啊 他就申请退休 他已经退休了 他是这个中央警官学校 四十五期第一名毕业的 那他们的同学 有一个很有名的 你一定认识啊 你一定听过啦 中央警官学校四十五期毕业 最有名的人叫做侯友宜啊 侯友宜是他同班同学啦 可是侯友宜当年在警大 他不是第一名毕业的 第一名毕业的是陈泽文啊 好 那 就 那时候他是在警察大学 当校长的时候 被人家踢爆说 哎你跑去八八会馆 你怎样怎样 那后来就 媒体就报道嘛 就说啊你 你这个警戒的高官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什么的 那其实 就大家对警戒比较不了解 就警戒的这些人 吃吃喝喝 像之前那个去年那个金小刀 金甫冲基本上是个二百五 他大力的称赞侯友宜 说侯友宜不抽冤 不喝酒 不打牌 不去什么八大行业 什么 把侯友宜讲得跟圣人一样 啊 金甫冲 做刑警 做刑事的 不抽冤 不喝酒 不打牌 然后不跟 外面三教九流交往 那他一定是一个烂刑警 他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沾 然后什么 通通都跟他没关系 然后他当刑警 会当得好 那才怪 那不可能 你做刑警的 你做刑事的 哪有可能说 你什么人都不认识 然后外面的什么 吃吃喝喝什么的 你都没去摸到 那不可能啊 但是你自己要拿捏嘛 你如果跟犯罪集团一起 胡搞瞎搞 那你当然是执法犯法 那你如果说在各种场合 遇到这些人 然后 比如说这个 这个吃饭啊 喝酒啊 唱歌啊 各种的这些告白什么的 那个尺度是灰色地带啊 所以我去年看金辅松这样子称赞侯仪 我就知道金辅松是个外行人了 没有人这样干刑警的 特别是侯仪仪那个年代 我就跟你讲 侯仪仪跟陈哲文是同期的嘛 45期的 他们那个年代当刑警的 你说什么地方都没去过 什么事情都没做过 不然你也好了 那不是讲 讲插话吗 那是不可能的啦 没关系啦 那个就是 你要说到好像真的 反正侯仪都败选了 我也懒得在骂他啦 我们回来讲这个笑话 跟大家讲这个笑话 好 那这个郭真敏 因为东窗事发 他就跑路了 其实88会馆牵涉很多人 勘连一大堆 什么警政署的什么大官啊 刑事局的什么什么队长 什么的一大堆人 中箭落马 然后呢 这个检察官也有好几个 扯到别的招待所的 也都是乱七八糟 检察官跟警察倒了一大堆 然后这个郭真敏他就跑了 他第一时间就逃到海外去 跑路 后来我记得很像是在 不知道在泰国还是在哪里 把他抓回来的 他隔了一阵子之后才被抓回来 好 那之后抓回来 大家也都吓一下 因为这种 这种东西就怎样 就是说 你牵涉太多的这个 这个检警 政伤的脉络 基本上是很难活着回来 因为你知道太多了 好 你像周仁森电玩弊案的 那个张台雄 这么多年 也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人还在不在都不小 你说这些八八会馆这些事情 哪些 因为你看那个 当年的陈哲文的那个 那个监视器都还会流出来 就表示说 他们在做这种 这种 招待所这些 你谁有去过 譬如说我刚讲的 郑文燦跟 柯文哲 他们都承认去过八八会馆 那你去都没有传播吗 你去都是纯吃饭 纯喝酒吗 是这样子吗 谁知道 对不对 包厢门一关 谁知道你在里面干什么 但是都是有监视器的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没关系 我们回来讲这个案子 那刚刚讲说这个郭正明 在海外逃亡 被逮回来了 你逃亡逮回来 一定是收押近见的 这没什么好讲的 你阴暗逃亡海外回来 不用收押了 我印象所及就是 估重量 估重量 这几天有个社会新闻 也跟大家插播一下 那个刘伟健 大家记得吗 被那个超派 捶了一顿的 那个椅子哥 那个网红刘伟健 他不是卖那个毒品 有没有 我记得像判四年两个月吧 一审四年两个月 二审四年两个月 然后上诉到最高法院 直接就驳回 然后就全案叮咽了 据说这个下个月 就要入奸服刑了 我想说 你怎么跑去卖大麻 其实我们就 毒品的这个贩卖来讲 你卖大麻 判四年两个月算轻的 我讲实话是这样 那个买卖毒品是很重的罪 裁判四年两个月 我实在都觉得有点 那个 没关系啦 判了都判了 就该怎么处理 这个刘伟健那个事情 好笑的地方在哪里 他二审开庭的时候 他拿出几十张的 那个公益团体的感谢状出来 跟法官讲说 包括法官 我 我这个 我痛改前非 我热心公益 我捐很多钱 我参加很多公益活动 可不可以判我缓刑 我在想说 你判四年两个月 要怎么宣告缓刑 不晓得 但是这个就是这样 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那我请问大家 如果刘伟健 Toyzy那个椅子哥 假设他没有卡到大麻的案子 他会做公益吗 我打一个问号 我认为是不会 那个做公益是假的 我现在卡到毒品的案件 我现在卡到 一定抓到 跑不掉 我就赶快去做公益 看法官能不能 估重量也是 估重量卡到红火汗之后 开始做慈善事业 去买那个 买那个棒球队 反毒 跟那个顶心 那个卫英聪不是一样吗 也是跑去买棒球队 突然开始做公益 非奸即盗 好不好 我们先进魂 回来再来讲这个 五千万的笑话 飞的晚餐 我是陈伟文 听那边我们有意见调查 在YT的朋友 参加我们的意见调查 你觉得傅昆奇的下一步 会是什么 没关系 这个是猝鼻猝鼻 大家摸起头 但我对他 我意见非常多 但是呢 今天没有时间骂他 我来跟大家讲 这个五千万的笑话 那刚刚讲说 这个洗钱两百多亿 法官才五千万交保 我们看法官的理由是什么 新北地方法院表示 郭泽民 就是这个八八会馆的祖贤 申请聚保停压 何一庭考量 涉案情节身份地位 资历及犯罪的恶性 串政可能性审理进度 认为如果能够提出一定数额的保金 即可有相当程度的心理约束力 无序积压之必要 来 阿志给我下一标 我想说 我上礼拜看到他想说 这个也 这个你也帮帮忙 心理约束力是什么 可能我以前心理学 比较没有在上课 什么叫做心理约束力 五千万的心理约束力 我想请问法官 那诸国荣是怎么跑的 诸国荣当时交保五亿 他交保五亿他照跑 为什么 我已经给你拼了 你也好了 五千万有 他洗钱两百多亿的人 你觉得五千万对他 有什么心理约束力呢 我看到法官这种裁定 然后写这种理由 而且是新北地方法院 你如果像什么台东花莲 那种小地方法院的小法官 我也就网开一面了 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写出这么无知的裁定书 你就知道司法没救了 各位同学 什么叫做社会历练 你今天这种判决书 你叫那个什么林阿希 叫易亚金来写 他绝对不会这样子写 Zeroli你会写这种 裁定理由出来吗 我洗钱两百多亿的人 我行政 我外面的行政是什么 你五千万要给我心理约束力 坦白讲你是看不起我 我来那去的人 五千万对我会有什么心理约束力 你这种法官真的是 我就不晓得要怎么骂你 就表示什么 表示你根本没什么社会历练 你连行政你都不知道 我几百亿在洗钱 而且我跟你讲 那个是你查到他洗钱两百亿 两百亿是七亿 对不对 那是你账面上查到的 这样各位同学你懂我意思吗 你现在把我抓到的 你说我查了你的账策 你的战防 你的这个什么电脑硬碟什么的 你洗了两百多亿 那是去你查到的两百多亿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查到的是两百多亿啊 我真的搞的是两百多亿吗 你笑死人啊 然后我洗钱两百多亿的 你说五千万给你 你会有心理约束力 你想还有什么消化 比这个还好笑的呢 啊 我说 来来 给我第三标 更好笑的在后面 我本来想说这样就算了啦 你看我上礼拜 我也不想谈这个来 结果呢 这个新北地坚署很生气啊 说这个我们要抗告 我们认为这个 这个郭泽民 这个八八汇管 这个祖贤 应该继续收押啦 对不对 这个法官你这样子让他交保 我们觉得这个不妥 我们抗告 我们认为要收押 但是呢 但是如果法官你还是认为他要交保的话 我认为检察官说交保至少要两亿啊 我想说你嘛好了 我已经看不起新北地院的法官 新北地坚署的检察官也不怎么样啊 那我请问大家 洗钱两百多亿的人哦 五千万跟两亿有什么差别 你告诉我 各位同学 我们社会都在走 你看这检察官跟法官说这个话 你敢听下去 我在开八八会馆的 我是招待柯文哲 郑文燦这些政商名流 检察官警察在那边吃吃喝喝 那招待室那间是多少 那不得了呢 那还要装逢 还要叫 那有的没的 那开的是开多少 我你交保五千万跟交保两亿 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新北地院的法官 很悲哀 新北地坚署的检察官好不到哪里去的 我两百多亿行情的人 我洗钱是起这种数目的人 然后你跟我讲说 交保五千万跟交保两亿 还什么心理约束力 给我最后一票来 就我看到这种恐龙 法官跟恐龙检察官 你要谈什么司法改革 这表示这些检察官跟法官 跟社会是脱节的 人的行情 你说我给你交保五千万 你会有心理约束力 五千万不够啦 法官应该把他收押 但是呢 如果你还是要裁他交保的话 那个保金保释金 至少要两亿啦 我现在 就我刚讲嘛 那个诸国荣到现在还在跑啊 那个防淘机制 法务部已经讲了二十几年了 反对的就是立法院了 立法院谁反对 你们去查议事录就知道 我不要再得罪人了 即使抗告跟防淘机制 讲了二十几年了都没有用了 诸国荣一样跑给你看啊 跟诸国荣同案的被告 诸国荣一度被这个收押 后来也是交保 跟诸国荣同案被告 叫做估重量啊 你现在知道 你要有一个很坚强的律师团 估重量卡过这么多案子 他没有一天被收押过啊 行情 什么叫行情 又没有那个行情啊 对吧 他没有被收押过 扯到这么多案子 都没事情啊 那司法看到他自己都会转弯 你跟我说这个 说要什么司法改革 对不对 司法改革呢 从估重量开始做起啊 我也不晓得 红武法案拖了十几年 到底什么时候就要判 你干脆就判他无罪好了啦 你就知道 我们台湾的俗患 有钱判死啊 无钱判死啊 有钱判生 无钱判死啊 台湾的司法在是烂透了 烂到这个不行 来 那这个有黄国昌那张来 那第一标来 我们那个意见调查 麻烦你统计一下 好 这个今天在立法院啊 这个黄国昌啊 这个提案 那黄国昌提案之后呢 这个你要 在委员会的提案 要三个委员签名才能提出来 那黄国昌在司法委员会 只有一个人嘛 所以一定是国民党的立委帮他 那后来表局啊 7比6 因为主席自己也跳下来投票 本来是6比6 后来主席吴忠献也下来投票 7比6通过这两个临时提案 他要干嘛呢 要请监察院啊 把陈局啊 这个调查一下 然后把高永城送到纪律委员会 就是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会啊 这个打甲球 把陈局当猝气筒 然后就 因为我跟各位解释 因为我实在是不晓得 为什么玩这个 到底在玩什么意思啊 来给我第二标来 第二标 黄国昌这个临时提案 国民党是配合演出啊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嘛 那你要三个人谈人提案子啊 所以基本上国民党就是 黄国昌你要作秀 你要刷宝啊 我国民党 因为我国民党立委人很多 我帮你一把 那你帮黄国昌做的这个秀呢 其实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来 这个有第三标 立法院是管不到监察院的 立法院只能管立法院啊 对不对 那立法院管得到监察院什么 管得到两个事情 第一个案子叫做预算 预算 立法院的权 这个权责就是你可以省预算嘛 监察院的预算 司法院的预算 行政院的预算 必须经过立法院才能通过 第一个是预算 第二个呢 叫做法案啊 譬如说监察院组织法 或是监察委员的什么 什么人事同意权什么的 有些法案 他必须经过立法院才能通过 好 那譬如说 你要叫监察院调查陈局 陈局是监察院长啊 你建议监察院调查陈局 监察院有可能会理你吗 你要我查我的院长 立马好了 陈局是我们监察院的院长 我怎么可能去查我自己的院长呢 然后你说 你要把你看不顺眼的监委 高永成送 这个程序委员会 也没道理啊 就是你立法院是管不到监察院的 你怎么可以去管监察院呢 那我请问你 黄国昌为什么 黄国昌你不是法学博士吗 你真的是法学博士吗 那你为什么知法玩法呢 那黄国昌知法玩法 那为什么国民党要配合演出呢 来给我最后一标 来 第四标 陈局那个 我不太懂 因为像这个国民党的几个立委 那当然我知道陈局在这个 柯文哲来讲是 一直骂他嘛 好 柯文哲只要讲到陈局 就是各种的人身攻击啦 谩骂什么的 那你说陈局在监察院 这个院长任内怎样怎样 然后监委的表现 比如说要弹劾黄伟哲啦 弹劾陈宗燕 如何如何 这个我都同意啊 可是我请问大家 就是因为陈局跟部分民进党的监委 你不满意 你就要把监察院给废掉吗 是这样子吗 我刚跟你讲说新北地院的法官 跟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很可笑嘛 对不对 那所以我要把新北地检署 跟新北地方法院把他关掉嘛 因为你的法官跟检察官都是恐龙 都活在象牙塔 你不食人间烟火 你根本不晓得小回书 你冲什么 不然我就把新北地检署 跟新北地方法院给废了 是这样子吗 所以你看少数国民党立委说 那我看陈局当监察院长 我看不顺眼 我要把监察院废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因业废死啊 因为我吃东西会卡住嘛 所以我就不要吃东西了 你就饿死了 因为陈局 我怎么看就不顺眼 那个民进党的监察院 那些监委很离谱 那我就把监察院给废了 到底是什么逻辑啊 国民党立委的数字 怎么这么差啊 到底谁教你的啊 是我你 是监察院的问题 还是陈局的问题 当然是陈局的问题 怎么是监察院的问题呢 那你要针对 你应该去针对陈局 跟那些民进党 绿色的监委才对啊 你怎么会拿监察院出气呢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把 我跟你讲 废监察院跟考试院 是民进党从党外 一路以来的主张 民进党讲了几十年啊 民进党恨不得 把监察院跟考试院 明天就把它废掉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变 从五权分立变成三权分立 就可以把国父 孙中山先生的 三民主义五权分立啊 把它切割啊 民进党是求之不得啊 那你问我说 到底是三权分立 还是五权分立 我跟你看美国就好了 美国就是三权分立 有好到哪里去吗 没用啊 根本不是三权分立 我跟你讲 三权分立 你们五权分立在炒 对不对 四权分立好了啦 你相信我啦 我做人最公道的啦 一边炒五权分立 一边炒三权分立 五加三除以二啦 来来来 阿世给我那个 你的意见调查的结果来 谢谢815位朋友 参加我们的意见调查 傅昆奇访路 媒体报导在台青座谈时 傅昆奇自称是台湾传奇 你研判傅昆奇的下一步是什么 选新北市长11% 选总统17% 连任总招17% 选党主席53% 你是这样啊 如果傅昆奇选党主席 国民党还得了啊 我跟你讲哦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说没输而已啊 他选党主席 他如果朱立伦不选的话 他傅昆奇就在选 他很有可能会当选啊 而且国民党恐怕没有人选得过他 我是认真的 谢谢 我们明天见拜拜 就爱点你 UFO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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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